许久不见的艺人周小涵一现身 现场霉光灯不断 这次应家福基建会的邀请 首次担任无穷世代 传爱过好年的爱心大使 希望能够借由自己的力量 来支持家福的孩子们 我知道当然现在的学校 当然也有音乐课啊美术课之类 可是学校资源有限嘛 我觉得如果是有天分的孩子 没有办法在课后再加强学习的话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 家福今年进行 若受教育与课外学习调查 其中近三成没有参加课外学习 分析原因有34.9% 是因为住家附近没有资源 即使有相关资源 也有27.7%是想参加而无法参加 台湾在整个面临到很多一些才艺培育 就是很多科学资源 特别是学习资源上面 尤其是我们现在长期以来 比较重视的英文跟数学上面 其实在弱势孩子的方面 它的竞争力是相对的比较不足的 岁末年节 家福基金会推出武雄世代 传爱过好年的募款活动 捐款就可以获得家福孩子绘制的礼物 期盼各界帮助弱势儿少脱离贫穷 并且可以让孩子在课余 也能够进行课外学习 让生涯有不一样的发展 就像我长期一样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